香菇 香菇 长大 越来越大口 快快快 快点回家 七点一起吃晚餐 到底想看 冰冰好料理 胡娇明是高国华 和担任过主播的妻子蔡玉璇的婚姻 最后是以离婚收场 那么在今天蔡玉璇 她和姐姐一起受邀去上了节目 她强调自己现在的身份是蔡小姐 也谈到了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蔡玉璇说她很感谢姐姐 一路以来都在支持她 还说姐姐最常安慰她的一句话 就是说不要理会那个黑山老妖 是啦 真的 撒娇露出微笑 前主播蔡玉璇和姐姐一起上节目录影 这也是她和高国华离婚后首度露面 我现在已经慢慢地整理好 然后可以再站出来 沉寂半个月强调伤口已经慢慢复原 但看到这一幕 玉璇 你可以讲一下吗 上个星期中天新闻独家拍到 陈子玄和高国华一起到庙里拜拜 蔡玉璇看了还是很感慨 就是我 我未闻就是还没有到第八年的结婚纪念 对所以我就觉得 嗯 虽然有点讽刺啦 非常安慰玉璇的花子是什么 说实话吗 不要离那个黑山老妖了 叫陈子玄黑山老妖 看得出姐姐麻辣 护媚心切 蔡玉璇透露目前正在找工作 不排除重拾老本行当主播 或者是洽谈节目 我跟我女儿都是很早就躲到我房间里 然后睡觉这样子 等到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高老师还在睡 然后房门都会锁起来 所以我几乎都没有跟她讲到话 力图正座要和前夫彻底切割 但节目录影话题始终围绕高国华 蔡玉璇复出第一步 还是可难和补教花系列划清界线 中间新闻李正华奔心于SN小子台北材料报道